來到傑子位於石門的訓練中心 當然就要來刺探軍情 事關這支傳統本地的競旅 在這一天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個操練 即將為到九月新一季的聯賽來做準備 而對中更加有神秘武器 想知立即跟我們來看看 這個真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一個籤球員 距離太遠 你想想幾年前是看電視 晚上看到他有香港背景的球員在電視上看電視 但沒想過今季突然間在一晚凌晨出帖 原來已經簽了握手拿著球衣 我以為4月1日陽節 令到傑子球迷這麼驚訝的這位神秘武器 就是曾經在德甲漢堡效力過的港德混血中場林志堅 他之所以決定回香港發展 因為受到傑子的熱情感動 而球隊上下亦都很歡迎這一個新的隊友 尤其他年來我去香港為禮拜 所以我真的很享受 林志堅曾經在衛漢堡出戰過20場賽事 更試過對著多蒙特的德甲聯賽中射過一球世界球 這個難得的越洋經驗 令Andreau貴賽已經知道自己在球隊中的角色 剛剛回到來已經知道要克服什麼問題了 因為我的經驗在英國和英國的經驗 我必須要成為一個領導 我認為在隊伍上是最困難的競爭 球賽也非常好 我認為這不是問題 我認為只會很困難 除了林志堅之外 傑志今季同時由西班牙引入了兩個新的後援 馬高斯和寶樹 亦都提拔了四個在香港長大的小洋將 以及從這個灌中南區收起黃和泉 面對著球隊陣容上面的大變化 主教練朱sir就說 歸前會對他們作出針對性的部署 今年亦都加入了一些新的球員 所以我在戰術運用方面 可能要花點時間 令到他盡快融入我們的踢法 以及建立他和隊友的默契 去應付未來的比賽 嗯 傑志上季失落了聯賽冠軍 阿希杯亦都在16強出局 面對著上季令人失望的表現 令球隊下定決心今季一定要改朝換代 豪宅了3000萬港元進行大換圈 以增強球隊的實力 對於球隊今季紅心壯志 球迷們自然對成績有所期待 1 2 3 3 1 阿希 我希望他可以橫掃香港首爾冠軍 還希望他拿到亞希杯 我就想他拿回港超人冠軍 最希望見到整隊內部的社好 踢出來是好看 越目得來會有成績 見到整隊的配合 是持續可以保持進步有發展 我們目標很清晰 要重奪去年差一分失落聯賽 還有我本人希望 令到傑智在亞洲賽的成績 更長一步有所提升 新球季重新起步 是傑智今季的口號 在這裏希望傑智一班新球員 快點融入球隊 以眼前一亮的表現 為一班忠實粉絲帶來新衝擊